所以剛剛談到是 因為COVID-19解封 解封 也不知道很多人民的傷亡 人民的傷亡的時候 大家覺得最有抱怨 murmur 然後呢 其實大家好 也接受這樣的現實 可是在微博 居然炸鍋了 炸鍋了以後 居然就在查一個人 叫胡新 胡新宇 從他開始失蹤 失蹤到說 整個警方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的時候 活要見人 死要見屍 我找到屍體 可找到屍體的時候 更大的炸彈炸開了 目前為止的全國 全中國的所有的網民民眾 都在討論一個案子 叫胡新宇的這個案子 大家都想要扮演柯南 知道到底中間發了什麼事 你看這是微博上面的熱搜 你看他排行榜全部裡面 都是跟你只要有胡新宇 這幾個字 完全都是熱搜的排行榜 你看 今日閱讀5.7一次 閱讀8.4一次 2.3一次 3.6一次 全部中國人民都在關心這個案子 隨便一個帖子出來都是上一字 對 那為什麼會 這個案子會引起大家注意 它就是個 它是一個在山西上饒市的一個高中生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保洁他在去年10月14號 從他們學校裡面就離奇的失蹤 我們現在看到的畫面就是他最後的身影 他的衣服這個樣子都被記入下海之後 10月14號就不見了 不見了之後呢 後來割了一段時間之後 家人去報案 家人報案說 我這個小孩子胡新宇不見了 結果沒想到 他們就開始找 說你真的不見我們就開始找 保洁現在從10月14號 一直到他發現屍體的1月29號的時候 106天裡面一共有5000人在那個地方 等於是他們動用了非常多地方的保安 學校的人員五千人 然後在那個地方 收了五六次 收了五六次之後 一直找到都沒有找到失蹤 當胡新宇等於都不見了 他失蹤了以後 然後就在整個微博炸鍋了 微博炸鍋大家講的 你會發現 如果一個普通的高中生失蹤 你為什麼會在整個網路媒體炸鍋 就代表說 第一個 現在這種青少年的失蹤 他不是在一哥看 這一定有蹊蹺 第二個是 這個學校有很大的問題 對好 那因為找找找 大家都找不到 結果找到後來 你看他們當地私政 本來發了一個說 我們很認真在找 我們絕對沒有不找這個人 結果這樣 1月29號發生一下屍體 保安姐 那發現他屍體的地方 在什麼地方你知道 在距離他們學校 只有100公尺不到的地方 100公尺 那怎麼會沒有找 已經動員了5000人 然後這個收了106天之後 結果沒想到 他屍體就在學校旁邊 那到底那他是怎麼樣 他現在他結果發現到的是說 保安姐 那這是我們把馬賽克起來 他的屍體是吊掛在樹上 他吊掛的時候 是用一個這個 這個所謂這個鞋帶嗎 鞋帶 鞋帶吊掛之後呢 鞋帶怎麼可能吊掛 然後好 他的屍體呢 已經因為經過了106天之後 已經略微的 有些地方已經看不見了 已經有剩下白骨 那臉還看得清楚 你說氣關都沒錯 所以他們家人說 沒有錯 真的是胡錫影沒有錯 就從他的臉看得出來 但是呢 他有什麼詭異的地方 保安姐 我們看到他那衣服對不對 他當時穿的外套對不對 他的外套在這個屍體上面 是被反穿過來的 也就是說 然後另外一個 他在走路 你看他有一個白梯在裡面對不對 白梯不見了 就這樣很奇怪 那當你 我如果要把我的白梯脫掉 那我是不是把我外衣脫掉 是 那怎麼可能說 我外衣還穿著 我的白梯不見了 而且我還倒穿過來 那到底是 是不是被事後加工 就這些一點 你沒辦法說清楚啊 沒辦法說清楚就算了 保安姐 那警方在說這個屍體在哪裡 他一開始也不說實話 他說啊這個在 因為為什麼找不到 他就在荊棘山裡面的一個 這個樹林裡面 結果被他發現說 不是在荊棘山後面的樹林裡面 是在荊棘山旁邊 有一個他們中國的糧倉 糧倉裡面的樹林裡面 在糧倉 對好 那人家就說 那你有沒有去糧倉做 找過 有 有進去糧倉過 糧倉他們一開始 不願意讓他們進去 但是後來他們一直協調之後 糧倉人有進去 他們去看了 這個當事人的家族都說 我們去糧倉看過 不對啊 那糧倉的人也該知道 糧倉裡面 每天都有人在那裡面 工作都在那個地方 那怎麼會沒有用的 怎麼沒有看到 胡錫倉在那個地方 再來當地人家就說 你屍體如果真的 藏膝刮在那邊 狗都會聞到 為什麼會聞到 當然的臭味啊 那為什麼這會被發現 就是因為他們的保安 牽了一隻狗 他們去後山要挖東西 狗在那邊叫 他才發現 那如果距離學校只有 九十公尺 那你為什麼沒有聞到 這個案子充滿了太多 太多一點 然後現在被發現什麼 你在這個 這個所謂 十月十四號 他消失的時候 那一天晚上 他們學校的高管 進去了這個 這個設有這個 看監視器的畫面 去裡面好幾個小時 那你到底搞什麼 掩滅證據 所以現在完全的 這個案子裡面充滿了 太多太多 不合理的這個地方 好 剛剛講的 那不是只有 中國媒體炸鍋了 連CNN都報導說 一個是青少年的失蹤 結果他的遺體找到之後 反而帶出了更多的問題 對 CNN為什麼要報導 因為胡錫進也講得中 這個案子很蹊蹺 太多不應該有的神秘還有混沌 還有當地警方對案情的處理 不夠有利 導致現在已經大家都對 對這個地方政府 形成這個完全不信任 就認為說 你們應該在掩蓋這個案情 好 那剛剛講 這有幾個關鍵字 第一個是 他是一個青少年 剛剛講的 他不是只有他是單一格 我們就查了以後 中國每年都有上千個青少年 就這樣神秘失蹤 在失蹤以後 後來找到了遺體以後 都是什麼 都是玩具不完全的屍體 怎麼可能這麼蹊蹺 第二個就是 這個學校本身有很多 詭異的地方 第三個剛剛講到的 你今天中國是全世界 沒有等於說 監視錄影帶 監視錄影器 最密集的地方 任何人一舉一動 都可能被發現 怎麼可能說 這個人一百多天 失蹤抓不到 對 因為為什麼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中國青少年的 突然失蹤 變得很多中國 媽媽 爸爸媽媽很擔心的 那你知道 因為胡錫瑩這個案子之後 你知道這幾天發生什麼事嗎 他們沒有陽性 他也說我不要去上課 大家不敢去上課 不敢上學了 因為大家都很怕 我的小孩會變成下一個 被失蹤的對象 所以這個對中國的影響 相當相當巨大 好 那我們就講 這是我們正面看到他的樣子 他當初就穿這個外衣 還有這個 對 裡面有個白衣 後來是白衣不見 然後整個外衣是反過來穿 你就知道這個 很詭異的這個狀況 好 那為什麼這樣 因為如同寶傑說的 他們中國有非常多的監視器 那監視器呢 他在學校裡面的監視器 還可以看得到 但是出去就 就沒了 沒有 而且也沒有他出去的 他都從哪裡出去 也沒有人知道 然後後來他們還去調查 他們還早先 警方調查完還說 我們可以排除說 在學校被殺 可是大家都說 那你怎麼能這樣就排除掉 那後來 因為這個整個警方的辦案 老師都因為媒體說什麼 然後你就辦什麼 就後來在1月7號的時候 你看 因為這個上饒市的這個警方 還供了一個文件喔 讓他們看 致網民朋友的一封信 對 他就說什麼 我們很認真在找 我們有四輪的交叉勘查 搜索了學校南側的樹林 約589畝 然後千山縣 還有魚竿縣的這個 所謂河縣段 約200公里 然後這個豐浮鐵路 沿線約22公里 然後走訪了學校 然後這個旁邊的2238 講了一大堆 講了非常多 我們還去看了水庫 還去水塘 對 講到 他這個就是說 我們找了非常非常多 那還有31.7萬張的 這個交通卡的這個抓 交通的這個卡片 然後這個看了 6471個小時的相關的 他真的是動員 真的動員人去找他 真的 真的 完全灑出去在周邊動員 可是問題是 你看你現在被他發現 都說他屍體 就在學校旁邊 那你怎麼去解釋啊 而且你不覺得 這很妙是說 一個高中的失蹤的失蹤 為什麼會造成 網民的熱議 而且大家一定要 把這找出來 就代表 這件事情已經多到 或是詭異到 讓人民不能接受了 除了胡錫進這樣說之外 那你看 連人民網評 他都出了這樣一個 人民網都評了 因為他覺得這個案子 的確是太太 帶過詭異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目前為止不知道 而且你知道 人家發生他屍體的時候 他的整個腳是 如果你是這個 他是腳 兩隻腳是這樣平行 假設你是做個 上吊自殺的時候 其實你不應該是這樣 這到底是什麼原因 很多疑點到目前為止 連人民網都講 繼續調查胡錫進事件 以準確詳情化解 公共疑惑 他說說什麼 找到了胡錫進的遺體 不等於該事件 已經水落石出 胡錫進家人 在內很多人疑惑 發現胡錫進 胡錫進遺體的地點 是不是案發第一線上 這就是一個大問題 在胡錫進遺失蹤了一百多天裡面 相關單位的排查行動 為什麼一直沒辦法找到 胡錫進遺體 因為他就在學校旁邊而已啊 你為什麼找不到 然後這個是不是第一線上 大家都認為不是 那到底誰在掩蓋這個整個事情呢 大家不知道 不是太過了 之前發生八海媽 我已經覺得不可思議了 這個比八海媽還誇張 對 是要命的 人民網還說叫他們不要造假 就是說舉國注目 誰都不敢造假 誰也不能造假 如果稍微查死後果不堪設計 所以人民網覺得舉國關注 那真的是舉國關注 他們現在舉國真的在關注這件事情 所以你現在到底要怎麼去解釋這個 你看現在所有的中國的媒體 都開始在那邊說 你看胡錫進事件等待真相 這是中國新聞的週刊 上游新聞啊 財新啊 紅星 而且他們提出各式各樣的疑點 譬如說什麼 他就說胡錫進的這個 他親生的是用這個鞋帶 鞋帶一天能夠掛一百多天 重量很多天 怎麼有可能不可能 他說根本不可能掛那麼久 鞋帶早就垮鬧吧 早就已經斷掉了 而且風吹雨淋早就斷掉了一個狀況 另外一個商友新聞就是說 他說他們有訪問過周邊的人 他說因為如果按照目前 中國官方的說法是 他是在學校 因為我們知道 他在糧倉後面的樹林裡面 他翻過這個糧倉的圍牆 有五公尺之高 他怎麼翻過去 那翻過去的時候 他們有非常純純的警戒啊 你糧倉有可能就隨便的翻過去 我去放一把火就完蛋 所以你翻過去的時候 怎麼沒被發現 好啦就算他商調在這個 他親生在這個地方 他也是糧倉後面的 馬上就可以看得到 怎麼可能會看到 至少有味道啊 所以他說這是完全不可能 狗也會聞到 所以說連官方媒體都看不下去了 對那你看 這個財新就講得非常清楚 你看胡錫瑜的屍體 完成檢驗水果 那那個檢驗的結果還沒有出來 報警人巡狗叫聲發生屍體 所以這個不是 不是如果真的掉一百多天 早就會被聞出來 為什麼沒有人聞出來 就大家都覺得不能夠自信 所以就到這個目前為止 中國很多營運上代 地方政府能夠解釋清楚 好那剛剛講到的 今天我上面大黨 你到處其實都有監視器 中國是一個全世界監視器密度最高的地方 你怎麼可能 以前隨便一個人 你只要離開 你馬上就被抓到 怎麼可能這個人就這樣不見了 更不要的是剛剛講到 是誰裝的 海康衛視的機器 他就把海康衛視的人找來 就海康衛視的人來了以後 發現什麼事 都被洗掉了 保證這個 這就是他的那一間學校 叫志遠中學的這個校地 在這個地方 保證那志遠中學裡面來說 一共安裝了119個監視器 裡面119 這麼多 等於是說 幾乎每個地方都有監視器 監視器來說 那你為什麼 連他出到學校哪裡之後 你都沒有辦法證明 所以那就是 你顯然為什麼監視器會 目前看到監視器 畫面是沒有 那會不會是被人家刪掉 真的有可能 為什麼 因為根據這個 胡興宇的這個舅舅就說嘛 他說我們查看監視器之後 因為他去被要求去看監視器的 那監視器 他案發當晚24點到次日凌晨2點 除了監控管理員之外 校長和班主任都先後到過這個監控室嘛 那你看 然後監控室的這個6台主機中 5台主機的這個監控日誌都消失 沒有了 那只有15號凌晨1點之後的監控日誌 有登錄日記 所以他說 校方有經過監控或是剪輯過嘛 那就是他 所以兇手是校方 他舅舅有去看過 那海康衛視就說 我們經過海康衛視人員有來 警方就回答說 海康衛視人有來 他說沒有被人家刪減 可是問題是 人家的舅舅說 我們看到就是這個樣子 到底誰說的才是對呢 所以他目前為止就是這樣 而且還被人家說什麼 因為流星與失蹤的時間是2022點 去年的10月14號 結果一直到了11月23號 這個公關才說 叫這個海康衛視人員來 趕快把他到現場 我們去看相關的東西 你失蹤就是該馬上找他 結果已經過了大概約莫 一個月組合時間 你才去把這個相關的證據保全 所以到底是怎麼 到底是為什麼整個案子 辦得這麼哩哩啦啦的這個狀況 到底後面還有什麼樣的 詭異的陰謀在裡面嗎 而且你要講的 這最詭異的狀況就是 他當時以他的成績是 進不了這個學校 沒錯 進到這個學校 他是被破格錄取的 破格錄取沒多久 他就發生了他的神秘失蹤 不過失蹤中 他之前原來他們去念中國的學校 你要做一個體驗 做一個體驗 你要做一個血型比對 有人懷疑說 你的血型比對 是不是符合了什麼東西 那血型比對 是不是剛好跟了什麼的 Bingo 然後你這個 你本來不能念這種學校 你念這種學校就是 你是被選中的人 而且那這個胡欣宇 他消失的時候 其實網路上有非常多 各式各樣的討論的案件 那你看 你看之前 1月 10月14號就開始已經說 他已經有開 就是說他這個案子 已經開始預謀 就有人說 他是預謀了這個事件 就像後來1月8號 人民日報說 不要相信那些什麼 不存在的這個謠言 那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 1月8號有人爆料 他爆料什麼呢 他說胡欣宇一定死的 而且他是計畫之內事 他想說真的還假的 你為什麼 還沒發現他的屍體 你就敢說他已經死了 他就說 因為這樣子 因為他念的是 千山智遠中學 他當初的是599 其實他並沒有達到 能夠進去念書的這個 這個成績 但是學生還說 這個學家還說 我願意 如果你要來念的話 我錄取你的 等於說 我招150個人 對 可是你在這一屆 我多招了一個人 就招了一百五十一個人 對 沒錯 如果你是一百五十一名 我把你招下來就算了 對 可是你的成績是599名 你是599名 我告訴你 他總分還差68分 其實是差得很遠的 而且學校還說 我每個月會給你 一千五百塊的獎學金 那當然就說OK 我就輕輕念了 所以他輕輕念之後 那後來被人爆出越來越多 因為他的成績跟學校 有很大落差 所以他一直念得很辛苦 很痛苦很痛苦 然後他就一直在裡面說 我好想輕生 好想輕生 所以你看 這是不是設計好一個局 然後就讓你在這個時候 就死掉了 這也太可怕了吧 這就是現在網民 網民為什麼這個討論會炸鍋 就是大家都開始在辦案 好像是這個樣子 然後結果還有人說什麼 這已經是好幾次發生 他說之前有一個女生 類似這樣 他一百五十萬人民幣搞定 那為什麼這個案子會爆出來 就是校方本來跟他說 跟他媽媽說 我們用兩百萬搞定 結果他爸媽不願意 他爸媽就把他捅出來 本來說給兩百萬 結果沒想到就這樣出來了 所以說 如果真的是這樣 那真的是 所以很多人就質疑到說 會不會是這個整個 可能後面 比如說像器官移植之類的 一些陰謀就浮上台面 因為現在被人家質疑說 現在中國的高官裡面 很多人往生之後才發現 他們很多的器官都經過移植了 因為最近一段時間 不是很多中國的高官過世嗎 結果過世裡面來說 就有一些文章 我們看的真的非常奇怪 這是一個中國文聯元黨的 這個主書記還有副主席 文化部長叫高讚翔 他過世之後 你看他的文章 就有一個 就有一個曝文 會寫他怎麼樣的狀況 結果沒曉到他這個 文章尾聲說 這些年代高讚翔 一直頑強的跟這個病毒做鬥爭 身上的瘴氣換了好多 瘴氣換很多 對 他犧牲很多零件 都不是自己的了 瘴氣不是換一個 對 換很多 好 那這是一個文章 還有另外一個是金人慶 他曾經擔任過中國的財政部長 他就說什麼 他還說他這個九年前 他因心臟病久治無效 終於做了換心手術 然後他是68的老人 換了28歲的心臟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很多很多都是這樣 那甚至還有人說什麼 中國三菱醫院 他們是想辦法延長 他們所謂的領導人的這個稅數 要把它延長到100歲以上 甚至最近還有一些事情就是 我們看到前一陣子 不是疫情大爆發嗎 很多中國高幹就突然之間就死亡 那為什麼突然死亡就有人質疑說 因為你們很多 若有器官是移植的時候 你在面對這種COVID-19 或是免疫系統的時候 會比較差 那也是因為這樣 你會集體死亡 所以如果真的假設是外面說的 這個器官移植之類的事情 那這個案子就真的是 難以收拾 好 正好 我看到這條新聞的時候 我當時有一個非常大的困惑就是 其實早上講的 全世界大家都有這種失蹤的這個案例 這種失蹤的案例 如果在中國來講 應該也不是一個尋常的事情 為什麼會變成一個炸鍋了 後來你講有幾個關鍵是 第一個 這個學校 還有他的年紀 還有他進學校的一個方式 太不尋常了 不是 可怕的事情是 中國每個地方都有監視器 可是這些失蹤 怎麼失蹤 怎麼不見 不知道 你說這個學校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對 這狀況是這樣子嘛 因為這個學校 他自遠高中 他2008到2013年 一年一個失蹤 2013年三個失蹤 2014到2019 用一年一個失蹤 每年都有 每年都有 2021年一個 2022年兩個 所以這個學校 其實大家覺得 詭異的部分事情是 哪有學校失蹤成這樣 對 而且這些失蹤 你看喔 2013年還一年失蹤三個人 可是問題是 你說這個學校沒有去做管制嗎 有 這個學校是私立學校 這個學校 光學校裡面監視器就 119個 你什麼時候失蹤 為什麼失蹤 你在學校裡面 到處都有監視器 你出了校園裡面 中國有天網系統 有天眼系統 什麼時候失蹤 不知道 結果呢 大家去翻閱他的監視 海康威視 熟悉海康威視 說畫面都沒有被剪接過 那就怪啦 那難道是 你中國天網系統失靈嗎 難道是你校內 119個監視器 全部都沒錄到嗎 難道是這個 胡錫雨 有隱身術嗎 這根本解釋不清嘛 所以第一個 現在中國網友就開始去查 這個所謂智遠高中到底背景是什麼 智遠高中他的創辦人是五個人 校長叫做劉鼓來 跟一個幾個合夥人 其中一個合夥人叫做錢進 這個錢進呢 有錢的錢進不進 他是來自於美國教授 這個錢進跟另外一個合夥人 他開什麼 開醫療器材公司啊 而且這醫療器材公司 你看喔 網友都有特別把他寫出來喔 他基因的項目竟然有什麼 人工器官這個項目 所以網友就說了 血液處理設備跟人工器官移植 對 所以說這東西如果是純人工 那倒沒問題 可是你如果做一般器官移植 請問你的器官哪裡來嘛 所以大家都在講啊 傳說啊 這個縣裡面有個戴帽子的 什麼叫戴帽子是高官 戴帽子的生了重病 而這個戴帽子的血型非常罕見 剛好跟這個所謂的胡錫雨相同 難怪有一個爆料者說 這是一個預謀 有時間 長時間的預謀 就當你要去報到你這個學校 當你在做體檢報告的時候 你就被盯上了 對 你的血型 甚至是報到你的DNA 甚至報到你的骨髓有沒有 配對什麼可能搞不好 這些都有去做建黨嘛 所以這東西當然都還只是陰謀論 結果什麼還要近代調查 可是問題是現在連中國官媒 都在關注這些事情嘛 因為這醜聞太大嘛 太可怕了 所以如果是事實的話 誰能夠接受對中國是大醜聞 所以連老胡都批評他這件事情 對啊 中國現在是生不如死 他們現在對他們來講 年輕人是多麼重要的事情 他們現在為了要等於說 有這個所謂的新的新生兒 我都去開放 未婚生子 我都接受你了 就在這個狀況下 你居然把這種青少年 15歲到18歲的青少年 莫名其妙失蹤 失蹤之後器官沒了 對 所以說這個官方是非常不能接受 中國是莫大的醜聞嘛 而且現在因為胡錫影的關係 看盤點原來中國是各地 都有各式各樣的失蹤 所以這不是單一個案 對 這不是單一個案 因為現在開始 過去大家可能沒想那麼多 現在全部都PO出來嘛 你看這邊2022年10月23號 有廣州有人失蹤 11月4號有吉林失蹤 11月5號有廣州失蹤 對 當然很多人說 中國人那麼多失蹤的一兩個 本來就會說台灣也有人失蹤 可是這個個案 很多個案 你下去順成不掛 根本經不起推銷 比如說我們電視牆右邊這個人 這是發生在湖北武漢的一個學生 叫做劉奧成 他是個14歲的學生 你可以看到他已經是大人了嘛 對不對 他這個已經是大人的樣子 1月2號的時候 他去家裡樓下倒垃圾 倒垃圾到時候就失蹤了 你說倒垃圾失蹤 你可能是有想要預謀翹家對不對 可是可怕的事情是八天後被找到 他的遺體遭受破壞過 什麼叫遭受破壞過 這不是一般的 而且公安第一時間 還不讓家長去看這個遺體 所以到底是不是跟我們剛剛看的 胡錫瑜是一樣的 因為如果有器官採取的話 你拿不到全屍嘛 所以才會有所謂的遺體遭受迫害 這件事情 而且更奇怪的事情是 我們今天講這個志遠中學對不對 不是前面有個叫做丁嘉儀的 然後呢 墜樓嘛對不對 墜樓是 活的墜樓還是墜樓不知道 可是問題是 學校不是給他150萬人民幣 要去做所謂封口非罷 剛剛士通哥有講嘛對不對 奇怪 如果是一般墜樓 你幹嘛給錢 這是說不道理嘛 你每個學校都有不幸的案例啊 那幹嘛學校賠錢 對 為什麼要賠錢 你到底要壓什麼東西 你為什麼不能讓這件事情劍爆 這件事情非常非常奇怪 而且呢 中國還有一個更詭異的案例是這個 這個東西呢 是在中國的媒體有特別特別講 他說1月12號 最件事情喔 在推特發出一則截圖 內文提到 有一位40歲的徐先生喔 腦出血被緊急受醫 結果呢腦出血當然不幸往生了 可是保健哥知道嗎 腦出血不幸往生之後呢 他的心 他的肝 他的肺 他的肺 他的眼角膜 全部被摘除 做成了器官移植 宜礙人間 可是大家覺得詭異的點是什麼 你知道保健哥 器官配對並不容易喔 我不是單純的 就是完全血型相同 結果可以器官配對 你知道嗎 器官移植喔 很多時候比如說 我現在重病 我預計我之後會往生 我就先開始配對 這是合理的 可是問題是他的腦移血 他不知道自己會死掉 對不對 結果呢 送到醫院之後 你知道器官是有保存期限的 他送到醫院不幸往生之後 肺只能流8到 6到8個小時 肝12小時 剩24小時 最難是心臟 心臟只能存4個小時 你怎麼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急到所有 你的肺 你的肝 你的心 你的腎 你的肺 眼角膜全部湊起來 連眼角膜都有 對 全部都配對好 所以這個人到底是 真的死亡 還被死亡 也不知道 所以整個謎團 坦白講 一定要把這個 所謂的胡心語 這位學生 找出來 到底原因是什麼 這中國才可以還清白 好 所以董事長 我之前聽到 中國八孩八的事情 我已經覺得匪夷所思了 本來我講的 中國一個少年 等於講的 胡心語失蹤了 我也覺得奇怪 我也沒有注意看 我今天認真地 把他的過程看來 我在看到中國的網民 還在中國的微博上講 我覺這也太不可思議 連CN都講 當你的遺體找到了以後 問題更多的爆出來 更不用講 你的好朋友老胡 胡錫進都講 充滿不應該有的神秘跟混沌 對 而且這個遺體被發現的時候 是在那個中糧集團 國立中糧集團 在這個地方的一個糧倉 那個糧倉本身 因為是糧倉嘛 所以它是蓋的牆 是個高牆 對 大概有五米高的高牆 五公尺高牆 五公尺的高牆 那一般人來講的話 他就怕人家爬進去嘛 對 你就爬不進去啊 所以那本來開始公安 學校給的消息說 這旁邊那個樹林裡面找到了 結果後來再一追問一下 不是 因為這個樹林走到這個高 這個牆的地方 他要爬進去 這個不是那麼回事嘛 然後你看牆上掛了那個 我們雖然不能夠 把那個整個的 整個頭像把它呈現出來 結果很奇怪 因為一般來講的話 他 我看了 我也是這次看了這些 知道我才搞清楚 這是什麼回事啊 就人的遺體啊 白骨化的話 大概三十天就白骨化了 那這個當然已經白骨化了 他的問題就是說 白骨化之後 他身上穿的衣服 裡面穿了一件白色的內衣 然後外面穿的笑衣 結果這個內衣 剛剛施聰永講的 這個內衣不見了 這是那個笑衣 笑衣就打球 那個笑衣跟他的笑衣 他笑衣呢 然後穿的時候呢 他不是正面的 是反過來的背面的 他背面的話 你怎麼可能 你人活的 你怎麼可能去拉背面拉鍊 他拉鍊還拉起來了 拉鍊拉起來的 他等於說把那個夾克 把它脫下一個夾克 反過來穿 然後後面拉拉鍊 所以一看 這個從這種跡象 剛剛翻牆啊 拉拉鍊啊 這些都不是他個人 能夠完成的一件事 真的 所以明顯的是一個 他殺行為 那他殺行為 你想的話 那你知道老共 這個公安 第一件事情 先抹掉 先搓鹽子湯 賠錢 就花個 就賠錢 上一次不是一個女的 也是一樣的事情發生 一百五十萬 這次給他兩百萬 兩百萬那不要嘛 事情鬧大了 那當然這裡面有很多疑點 到底是不是販賣器官或器官移植 等等另外一個可能性 是不是有個地下的一些器官販賣系統 他就亂搞一通嘛 那有時候有些 我聽說過台灣人啊 有跑到大陸去做器官移植 配對好了 配好了 這個吳芝加跟劉寶貞配好了 結果到時候沒那麼回事 反正來了又給你咚 再一個過去 不是 就給你縫上去了嘛 結果開始排斥啊 排斥過兩天排斥 他一打受不了人就掛掉了嘛 所以這個 因為你在做配對的時候 不是你人去配對 你在台灣提供很多 你的相關的樣本的東西過去嘛 然後他那邊跟著配對一起做嘛 所以你怎麼知道 他做什麼東西啊 你不知道 但是我跟你保證 你到了那個醫院 那不是什麼大高明的醫院 那是比較鄉下的地方 他幫你裝那個器官 是不是裝了這個 裝了 是不是裝了腎臟也 裝了 但是有沒有配對好 不知道 所以會風險非常大 所以曾經發生過很多 在這個患 在器官移植的過程中 就發生死亡事件 所以我說這些東西 中國大陸太大了 它那個賺錢的招數 極其古怪 那這個地方我有看了 它是江西 江西這個上遙的一個縣 對 它的江西是個省 然後它這個上遙是個大的一個市 然後再鄉下的一個地方 所以那這種地方 江西本來就比較窮 對 那江西比較窮 那這個地方本來就容易有一些治安的問題 然後江西這個奇怪事情呢 比別的地方特別多 因為人口數很大 而且窮的省份 那怪事 那有的時候就是 他幾千塊人民幣他就幹了 他可能也不是很貴 就幹這種 所以這個事情會比較奇怪的是 到今天為止 海外已經鬧了那麼大的情況之下 居然中央沒有去做新聞的管制跟處理 所以表示這件事情 中國大陸的公安的高層 也是有相當高度的疑慮在看這個問題 可能應該有可能有機會會破案 你長期保台灣的社會新聞 你大概無法想像 這種事情在人世間可以發生 一個十二歲的小女孩 她還在上學的途中 居然失蹤了 失蹤了以後 她是雲南人在江蘇被發現 在江蘇被發現了以後 她已經生了八個小孩 而且她被等於說完全地用繩縮綁起來 之前官方還一直否認 整個社會化然以後 今天朱扬便是整個翻轉轉過來 他真的是那個小女孩 他真的被拐賣 甚至連拐賣的人都抓起來了 對 沒有錯 那麼整個會大逆轉的原因 是因為跟一些有權有勢有地位的人 出來講話有關係了 胡錫進是之前的《環球時報》前總編輯 然後除此之外 新华社也有干部也出来讲了 说大家都看不下去了 对 这个新闻一开始的时候 是被这个等于说质疑的 被压掉的 被弄掉的 那甚至于有那个女孩子 不是在车上直接贴吗 在车上直接贴说 姐 妹来了 你知道吗 在车上贴了很多大字报说 妹来了来救你了 然后甚至直接把她弄在车上 你知道她得到的命运是什么 警察登门嘛 警察登门说 这是国家机密啊 你知道吗 这是国家机密 所以说这件事情爆出来之后 有的人受不了了 受不了以后我就贴出来 我也上大字报 结果警察找上门 警察找上门了以后 要求她把她全部废除 否则就办她 你知道吗 那她就觉得很委屈 为什么她声援这个可怜的妇女呢 那么这是伸张智慧正义嘛 为什么你警察不去办这些 拐带人妇女 拐带人口 拐卖人口的人这些坏蛋 为什么你反而要求 所以还逼着她把她擦掉 对 一定要擦掉 警察说你如果不擦掉的话呢 我就扣留你的车子了 我就把你移送法办 然后还发表了一部视频 在这个央视年播出 意思就是已经把被害人 那不是精神状况不好吗 长期被军聚吗 你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就是这个画面 医院 医生护士还在这个 等于说帮他这个 你好好的休养怎么样 你知道他可怜的这个爸还妈 他竟然说放我回去 放我回去 让我回家 你知道吗 因为他已经长期在那种 二十几年来 在那样的一个生活状况 他会逼得几乎快要发疯了 那你说他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说我们刚刚讲的 他是在气温零度的时候 住在这个 等于说 是 等于说完全没有任何状况的地方 完全没有遮蔽的地方 在这边待着还被耍了手链 就锁久了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被制约了 今天把你放在了这个医院 有被子 有棉被 他居然说他不习惯 他要回他的破窑里面 因为他已经在二十几年来 被整个弄到精神快要崩溃了嘛 为什么会精神崩溃呢 结果搞了半天 中共在过去这些年以来 事实上一直发生 每年至少都发生两三千个 这个相关的妇女被拐带 小朋友的时候就被人家拐带走等等 甚至于连成年的妇女 都有被强行绑架的状况发生嘛 四川 四川曹晓卿的故事 可以做一个最大的悲剧 15年来 他被拐带了以后 15年来 被转卖了四次啊 你知道吗 甚至于包括这个蒙古的相关的小洞 就让他一个人吃喝拉撒 全部在里面 然后呢 等一下 他就这样的路上就这样抓人 然后呢 直接到后来 可怜到用六千块人民币 卖鬼 卖最后卖给一对兄弟 你知道吗 不是 那个抓人的都真的画面 直接一个不小心就把人给带走 小朋友的时候呢 小朋友的话呢 没有注意 小朋友就被带走 要不然的话就把你拖着走 你知道吗 你会觉得怎么可能啊 天哪 中共的公安 就这样子把人带走了 中共的公安跟武警 不是世界最厉害吗 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直接带走了 那最离谱的是你知道 贵州还有一个妇女 这说起来是非常讽刺 为什么 这个妇联机构的这个妇女 是专门去协助这个被人家拐带妇女的 对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他去协助的过程当中 他在路上被人口贩卖集团 几个男的冲出来 直接把他绑架 要把他给拐带去卖 你知道吗 他被在车上的时候 还好他集中甚至说 其实同志 其实我们是同行 太可怕了 我们是同行 路上走着走着就带走了 他说我们是同行啊 我也是人口贩卖分子啊 他就跟他那种 他非常冷静 跟他对方讲说 其实我们是同行 同业 你不要对方同业这样 那把他绑走人说 同业 原来是同业啊 绑错人了 后来才把他放走 把他给吓死了 如果连要申援 如果连出命要去解救 这些拐带妇女的 妇联相关的干部 他走在路上都会被绑架 那你就知道现在在中国市场 这样的妇女或是儿童被拐卖的事情 是非常严重 而且非常可怕的事情啊 不是 因为等会说真的 中国民情激愤 这件事情会炸锅了 你随便在网络上找 居然有这么多的小孩 就这样子 当街的办 甚至直接就把你家给带走了 而且很多都是从比较偏僻 比较穷的 穷乡屁的 直接用各种手段 比如说要带你出去玩啊 比如说要帮你找工作啊 甚至于最可恶的是 自己的亲戚朋友 对不对 那在你的饮料跟汤里面下名药 你知道吗 然后就把它给卖掉了 然后从云南直接卖到徐州 因为徐州是一个交通的妖道嘛 他们后来发现 云南 贵州 四川 广西 新疆 这些比较偏僻的地方 从这个地方拐带了以后 卖到这次不是在徐州吗 对 浙江 江苏 然后包括这个 比如说广东 广东 这些地方啊 都把它卖来这个地方 而且可怕的是 因为他们都有 你说他们为什么不求救 你没有看到他的铁链吗 有 他的铁链锁住了 他的这个等于说脖子 锁住了他的四肢 使他没有办法求救 而其实啊 当地的公安单位 或是附近的邻居 如果有人愿意 伸出一点援手的话 过去这几十年来 巴海妈不会受到 这种非人的待遇 而且 董事长 我这个东西 越挖越让我感到害怕 因为它不是待遇事件 它是一个普遍现象 实际上我们讲 那个电影情节 比电影情节还可怕 刚刚瑞德讲一个 如果有人愿意公安伸出援手的话 他就可以解救这些问题 但是今天在这些贫困的地区的公安 是干什么的 他们是共犯结构 他们就跟这些拐卖人口 就掩护他们 没有公安的掩护 怎么可能得逞呢 一个人突然间在你的村庄出现 然后生活了十几年 他的来源你搞不清楚 他的户口你搞不清楚 你名字搞不清楚 中国是一个户口严格登记的国家 怎么可能有一个人 莫名其妙出现 说一个流浪人口 就是事故精神罪犯 那你都要有自然处理 所以完全 这整个是个系统化的犯罪 那这系统化的犯罪 是非常普遍的存在 非常穷困的地区 而穷困的地区 为什么会发生 那么样的邪恶的事情 因为人的道德感 非常非常低落 人跟动物之间 唯一的差别在哪里 就在差在一个受教育 跟基本的道德感 那中国在这些地方 完全没有道德感 而且更可怕的是 他等于说是完全官民 而且整个村庄都在掩护 这个犯罪的事实 要不是整个中国老百姓 实在受不了了 据说这条新闻 在整个中国受阻部 比冬奥还注意 根本不可能翻开来 前三天新华社还在掩护 央视还在掩护 你刚刚看到那个画面 央视去拍那个医生 去看这个病人的情况之下 他们说出来的介绍的什么事情 你知道吗 他说这个 这个八孩妈本身走上 剩下九颗牙齿 那九颗牙齿 我们就外面网友就控诉 是被他老先生 他们这些绑派 绑架他的人 打断了牙齿剩九颗 那这个医生还帮他们解释说 不是 这是牙周病 牙周病牙齿坏掉剩九颗 可恶到几点 所以到昨天前天之前 还在帮忙掩护这整个事情 那今天炸锅了 一天出来了 为什么这个事情要 他们有把握 昨天才三次的通告 还继续掩护这个事情 因为知道现在搞冬奥 在搞冬奥来讲的话 要掩护 要为了要维护国家颜面 这个事情不能炸锅 不能有这种丑闻出来 结果这个事情搞得太大了 已经丢脸丢到家了 已经在搞冬奥 搞得漂漂亮亮的 所以我们最伟大的胡叼盘 昨天第一枪开出来 我就知道说来了 中央会跟进了 今天就跟进了 一天就破案 一个十二年 十几年的拐卖人口案 一天破案 连DNA都验出来了 怎么可能的事情 而且你别谁拐卖的 拐卖的人在哪里 你都知道 连中间人都出来了 那我现在反过来问一个问题 他有个伤性女子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男子 实性男子 他老公 他老公他们两个人干 他们两个只干这一拖吗 当然不是 所以那其他案子在哪里 你怎么办一办 什么意思 所以还在唐筛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民族 跟这个国家 在这个底层里面 非常可怕的 一股邪恶的力量 而一点人性都没有 一点道德感都没有 只知道现实厉害 尘头比较大 所以到今天为止 还没有看到反省的力量 在徐州这个地方 听说有五万多户这种现象 是拐卖的新娘 拐卖的女人 来这边嫁人 不是 而且你今天看到这个东西 真的非常心疼是 昨天比照那个十二岁的小女孩 跟他的 你知道所有的网友 他不是开始用你的瞳孔 用你的眉毛 所有东西去比对 觉得就是他 本来被否认 今天确定就是那个小女孩 你看了多痛 十二岁 看到这样花样年华 这么漂亮的小女孩子 你居然受到这样的一个待遇 所以这种东西 就是一个苦难 一个人间的炼狱 它存在在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 为了一个光鲜亮丽的外表 不断地在号召 它是世界上一个强国 现在说强国梦要崛起 在崛起之际 他的民众 他的基层的苦难的民众 连吃饭都没得吃 连老婆都娶不起 好 听会 这件事情在中国真的炸锅 而且我觉得非常不寻常 是以中国对言论 更控制之严密 竟然这件事情 你怎么压都压不住 而且你看到这些网友 以及这些人 他们居然就把所有过去 几万米失踪人口 一个一个对 对出来了以后 刚刚讲 那到底是个多大社会的愤怒 多大社会的这种整个压力 逼着 中国居然要认错 在一天时间里面 把三个把他老公抓到 中间两个仲介者抓到 甚至都已经做了确定 这个就是云南的那个失踪的小女孩 对 没有错 中国不是强调科技执法吗 他其实所有的档案其实都有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刚刚没有讲错 就是公安压案 就是地方官员压案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就是要粉饰太平 因为中央不希望说地方 各个地方出事 所以各个地方的 这个公安部门也好 他基本上都知道这件事情 而且这件事情 这么大愤怒是代表说 这个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很多人都有这种被拐卖 而且我们刚刚看的画片 真的有那个小女孩自己在店里面就被带走 走在路上被带走 真的有这么普遍吗 这是普遍的现象 我曾经在上海也遇过类似的同样的情况 你在上海碰过 对 他也是也是辱人勒鼠的概念 然后勒鼠之后 他就用几个标名标行大汉 然后就挡住你的去路 就不让你走 那事实上来讲的话 他威胁过很多外国人 就连外国人都曾经被拐骗过 所以他不是只有一般的妇人而已 一般妇女 柔弱妇女而已 而是连外国人在上海曾经都被怪怪 还有上海也曾经发生过小红楼事件 小红楼事件是什么 就是为了官员 然后为了这个用招聘的方式 去骗女大学生 然后骗完之后就关在小红楼 女大生 对 专门给官员在享用的 所以将这种小红楼事件 在中国大陆也是沉出不久 但是难道公开都不知道吗 我告诉你 其实说你在跟他反应 跟这些倒北反应的时候 跟他抢到集团反应的时候 他告诉你说 我们背后还有大咖的 什么叫背后还有大咖的 他连台办都不放在眼里 他连任何的官员都不放在眼里 什么意思呢 所以说 你看到他的先生 那个姓董的那么猥琐 他这样的非常卑微 每个人都干这种烂事 他干这种烂事 那些高层的 也干那种烂事 对 上面干的是另外一种烂事 底下底层干的是另外一种烂事 然后官官相护 所以在中国来讲的话 每一个层面其实看到 都烂到根烂到底了 上面说是打贪反腐 底下说真的 还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是吗 所以你看到现在 中国普遍 为什么会激起很大的民怨 但问题是什么 每个人民就被中央控制住 因为有科技执法不是吗 所以公安他只说 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 大家都讲说官官相护 在中国大陆 永远没有平等的社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了